陈奕涵急忙否认怀孕传闻,能教47的男友的女生果然不容小觑。 35岁女星陈奕涵外形甜美,出道以来就备受瞩目,不止演艺事业成绩亮眼,更红遍两岸三地,因其热爱运动,热爱生活,还被称为元气少女。 已经30多岁的她,似乎永远都充满活力,怀揣着一颗长不大的少女心。 而被人称到的,除了雨圈中多位男性关系超好之外,还有她那夸张的情史。 陈奕涵去年7月与相恋三年的发型师男友分手仅13篇,就恋上了电视剧《16个夏天》的导演许富翔。 并且两人进展迅速,很快就南方搬到了陈奕涵家里住,步入同居阶段。 近日,有媒体爆料称陈奕涵和导演男友许富翔在台北商场逛街,当日陈奕涵身穿黑色宽松裙子,小富龙起特别显眼,引起不少人怀疑陈奕涵已经怀孕。 据港媒报道,当日陈奕涵被拍到身穿黑色宽松连身裙,搭配平底凉鞋和草帽,全脸素颜就出来。 与导演男友许富翔一起看电影约会,当天状态看起来很惬意,不过似乎有点太放松了,风一吹来,突起的小富就不小心践行了,因此被外界猜测为有韵在身。 当时,还有不少粉丝纷纷为陈奕涵的喜悦送上祝福,很显然陈奕涵粉丝非常渴望自己偶像能够早日生子结婚的好消息到来。 只是没有想好消息上线没多久,陈奕涵就速度回应此问题只是衣服宽松,根本不是那些想象已怀孕的视线,还很详细解释地说,明云前几天活动才遇到,怎么可能过两天穿松一点就怀孕。 看来陈奕涵很担心大家怀疑他怀孕的事啊,不然也不会这么着急出面否认了。 82年出生的陈奕涵演过许多电视剧,代表作品《奋斗》、《皮子英雄》、《闺蜜》等。 曾获得第十二届台北电影节最佳女主角、第十五届全球华语榜中榜最佳电影女演员等奖项。 陈奕涵还曾因为综艺节目《花儿》与少年收获了许多粉丝,陈奕涵的感情时也十分夸张。 去年12月,曾被媒体曝光陈奕涵和男友许富翔的恋情,一同爆出的消息称他们已同居。 所以此次现身,才被网友怀疑怀孕一世。 而且他还曾自报过至今交往过47位男友,呃,如也想不出,在娱乐圈中还有哪位艺人的交往对象能与之相比了。 而且他在权中的异性缘还超好的,不管是单身还是已婚的都有着非常好的关系,像胡哥、彭于燕、陈百林、周渔民和赵又廷以及修杰凯等男神都与之关系良好。 特别是之前,切密的称呼修杰凯爸爸,更是让网友们吐槽不已,而他的异性原因也让许多女粉丝非常羡慕,看来能交47位男朋友的女生真的不可小觑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